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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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燕熙经营北军多年 如今重兵在握 继于皇都 预谋储君之位 可有证据啊 由胡燕熙与逆贼往来密姓为证 四桌案的指使是谁 世子顾燕熙 打 四桌案的幕后主使是谁 世子 欧燕熙 很好 接着打 今夜还尝着呢 姑娘 今天在外面张哥太久了 拆完了您就早点睡吧 这好不好看 姑娘 姑娘 四夫人方才来说 老夫人好像是 大姑娘 大姑娘 老夫人在堂屋等你呢 老夫人 大姑娘来了 祖母安好 都退下去吧 跪下 去哪儿了 谁陪你去的 就证监 我一个人去的 去同江谱买了点东西 我倒是齐了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明日沈家就来下定理 你今日摸着黑都要偷偷去买 拿出来我看看 交年业 你买个乌鸦进门 给我丢吧 是 我去丢吧 去 买宿里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 怪之怪老爷 当年做御史四处巡查 偏要把你带在身边 让你自幼 常年在外无人管教 如今你是越发肆意妄为了 不告诉父母 偷偷跑出去 倘若出了什么事 折损的可不是你一个人 是你祖父 你父亲 整个花家的生命 到了明日 还有沈家的生命 老祖宗 别动怒 大姑娘一向是这个性子 又不是今日才知 常年累月 闭门不出 在屋子里搞些古怪 除了你祖父 这府上上上下下 你把谁放在眼里了 藏书楼你倒是常去 可曾读过一个字的女界 未曾读过 若非已换了草铁 索性把你妹妹嫁了去 免得让人家说 我们花家教女无方 大嫂 你莫慌 老夫人也是说笑的 别说你家纸丫头 没出什么事 即便她惹出事来 也要吹吹打打地嫁过去 岂容那沈家跳跳见见 你自问问 你哪里像个做姑娘的 你哪里像观望归秀 整日只知道 研读术术与商骨之道 花指之错 请祖母惩罚 去司堂搬行 抄女界百遍 花指紧接 老祖宗 我送您回去暗歇吧 你们都去吧 你们都去吧 我就在这儿 等老爷回来 给只丫头加个碳盆 给只丫头加个碳盆 我好不容易定到的 幸好有你 我帮你抄一些吧 傻丝审 祖母是不会验我功课的 他总是记不起我这个人来 反正左右也骂不了我几回了 其实就在今年吧 你怎家婚姻之事说得如此寻常 不论成不成亲 我还是我 日子还是照旧过 你看这个 是不是做得很精巧 芷儿 你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 四叔 婚姻嘛 最要紧的是遇到那命中之人 不过我看啊 这事费钱没什么用 全靠老大爷爷找去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一回来啊 就听说小芷儿来贵祠堂了 船得倒快 快趁热多喝几口了 还有呼吸 这个好吃 你俩咋了 来 吃一个 这夜里也够了 姑姑 走走走 让小芷儿啊 自己给挨拔吧 拖下去吧 proszę 伯父替你出器了 谢陛下 怎么跟伯父变得生分了 你小时候见到伯父 都是一路蹦蹦跳跳地 到我身边的 如今跪得这么远 成长大了 应治君臣治别 你一定要如此让我伤心吗 伯父 快起来 这些年在那苦寒之地 受苦了 替伯父戍编 这点苦不算什么 燕熙 你可知今日之祸从何而来啊 请伯父赐教了 献王 慧王都不及你 三岁就被先帝 大娘娘抱在怀中视若其真 此事满朝上下无人不知 齐如海今日敢误你谋你 就是算准了我 不得不疑你 你这是做什么呀 燕熙 这把刀 是陛下赐予我的 我听闻面容尤回者 不得立为储君 今日我愿以此任 全君臣之意 报教养之恩 对 烟熙 你这是何必啊 难道伯父还能不相信你吗 陛下信我 我一信陛下 臣愿永离北地 入七宿司替陛下驱策 燕熙 伯父没有看错你 你在北营领兵防御昭国也好 进黄都执掌七宿司也罢 伯父所亲所信 也只有你一人 你既已领职 今日便走马上任吧 替伯父辛苦一趟 臣领职 官家上安 太后娘娘请官家往凤祥宫 施茶手谈 太后的消息一向如此流通 来 来了 来了 好 走 奉旨烧家 不从者 立斩 藏匿者 立斩 都给我机灵点 好多一个 扒了你们的屁 是吧 是 这是怎么了 他们怎敢 快去找孩子们 无论如何要护好他们 好 我家何罪 花中城作罪 累积三足 七宿司奉命朝末家产 皇太后慈悲 特赦妇如之罪 带走 是 我受朝廷告命 庶子安敢造次 那么 请吧 五十六 站住 公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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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吧 你快跑吧 这倒是不在哪儿人呢 HAVE 我不跟你说事了 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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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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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眼吗 来抄家 不是来杀人的 是 四十 抄家这种小事 不麻烦一个小本子 全办好了 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是何处 这是花府的 藏书楼 去看看 这 这看什么 高丑的景之才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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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好 是 闪开 别碍事 是他 你怎么不哭 也不跑呢 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哭有什么用 逃又能到哪儿去 是 你无处可逃 擦擦吧 别弄脏了我的东西 这是你的地方啊 这是府里的地方 我借来算数 关心 你和关心 那怎么没关出花家要大难临头了 世人愚昧 不知天道有惠 凡人数十载寿命 相比起日月星辰 就如同微臣置于汪洋 皇帝高高在上 不会垂帘华家 天象也不会因一人一族一国的灭亡 而有何异常 所以你是认命了 认命也好 没有妄想 也就不会失望了 我不认命 若真有天道天命 祖父便不该获罪 他要做纯臣 不欺瞒众人 不欺圣上 你们都清楚他是否有罪 又为何获罪 四十 都抄完了 凡事可疑的书本指章 都收押了 好 押走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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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头还有几个 别漏了 花博鱼刚满九岁 在免罪之列 波鱼也是九岁 他也是他 你家管家可告诉我 发布于上个月 刚过完十岁生产 若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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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奖兴兰飞 该挂的人你不得好鬼 若榆 孟玉 走 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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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时便走 不要吓她 押走 走 孟玉 孟玉 抓好自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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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玉 孟玉 花府现已查封 给你们一刻钟时间 收拾吃穿用度 自行离开 汪家所赐 您不在茶朝直练了 有一处太后所赐的庄子 在东城门外屋里 给他们留两辆车 两匹马 这 这不妥吧 官家下旨 查稍加成 接官家口语的是你还是我 是 多谢 有流量吗 我把马车给他们 都听着 一辆车载人一辆载物 所以我去城外的庄子 多余的东西都带不了 去想好去是吧 都收拾去吧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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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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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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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 你好大的胆子 你 这 这 这 你给我这 这个我这个 我来 对我 对我 主管 我给李哥幸福的袜子呢 袜子在那儿 你快找找 还有 乌乱出头 长命锁 还有点心瑕疵 李哥爱吃点心 李哥爱吃点心 李哥爱吃点心瑕疵 还有 书 李哥的书 李哥的书最重要 还有 乌书 乌书 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我们快点走吧 来不及了 给我 大夫人 你要跟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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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 祖父师盲上前比根不出 这等将来之事了 岂不是更加废情老师 这些书也不着急 要不先歇息吧 人生如白菊过戏 我怕来不及啊 芝儿 你看 这些堪坷下来的文字 从先秦流传至今啊 再过千百年 还是会一一生灰 但写这些书的人 恐怕 连骨头都已化成灰尘 有一天 我也会化作灰尘 但到那个时候 如果我的书稿 还能存食 那我就不忘此生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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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姑娘 我都以为我活不成了 咱们不都活得好好的 都活下来了 姑娘 连锅碗票盆都被砸了 咱们 咱们以为吃什么的人 姑娘 你带上我们呗 别惊险我 从前你们就跟着我 以后咱们一块儿过活 一个都不能少 屋里东西生的不多了 我给姑娘收拾了一些贴身衣物 拆款手势 咋想你还有些钱 我也带上 云春 这些地上和架子上的书 都得带走 报下 你帮着班 福东 门外有两辆车 你拉一辆回来 赶紧撞车 蜜乔 你去找一些麻省捆上 姑娘 那阁楼上那些东西呢 都是你辛苦出了 不带了 我去看看娘她们 快收吧 大姑娘 大夫人不让我进去 娘 娘 大夫人 你真是做事 娘娘 娘 疼不疼啊 夫君被戳去了 我怎能独自活着 与其活着收入 不如死了赶紧啊 祖父爹爹未必会遭急刑 楼椅尚且偷收 你怎么能先寻死呢 你不要哄我了 刚才那个阵仗 你也看见了 我也看明白了 轻则流放 重则凌迟 他们就算活着 也回不来了 那爹好好地 他在家几时 在你面前几时 我从小到大 见你见婶子 都比见他多一些 这么大的内战 哪个女人不是独自活着 乖人被捉我最能独活 娘 爹要是真心待你好 怎么会让你不知实物 不识实事 那农妇上会更捉 你一条白领都系不好 他要真一心待你 那沈姨娘 邱姨娘是怎么来的 容儿妹妹又是怎么生出来的 你不过是他士徒的庄典 用来成全他不尽彩色的亲民 沈璐 看好他 是 大夫人 没事了 大夫人 哦 我再丢肠 借着时间 сотруд咱们基本上 让你喝几日 大嫂 你是真糊涂啊 你怎么不为孩子们想想呢 咱们女人 活着一辈子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儿女恩吗 离哥还小 纸丫头又没嫁人 这容姑娘说起来 也算是你呢 你今日若是死了 就是白活了 想当年 我金花家 也算是爹家 二老爷那样的性子 女家跟石头木头 有什么区别 这么多年 我苦苦熬着 为了是什么 自从有了离哥 我便有了指望 再也不图别的了 大嫂 你比我的命好啊 不能犯糊涂 你听见吗 二嫂 是我糊涂了 东西都放好一点啊 大姐姐呢 怎么还不来救赤她了 车呢 咱们只上一辆车了 在哪儿呢 我让迎城拉去藏书阁 去装书了 你装那些废纸干吗 我们的东西往哪儿放 赶紧拉回来啊 我们还要念书 不光是我们 还有孩子们 田宅易得 书肉散了 就难再有了 带东西装好 启程吧 老夫人 上车吧 都抬起头来 别跟丧家治犬什么 朝日记性 走吧 走吧 明白 咱们姐妹们在一处了 沈仙瑞扶死吧 以后要哭的地方还多着呢 你呀 数了得有八百遍了 父亲回来了 父亲 怎么了 快 快将这些红巢子都撤下来 拿去烧干净 这东西都 都锁进库里 再也不许见人了 父亲 是不是够你出事了 别过来 怎么说 遇见人了 我 现在你不许见人了 你还不许见人了 那你搭下来 我把他放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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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